大家好,欢迎锁定聚焦东西 这里是加州,我是天侠 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请到了资深评论人孙小光先生 带我们来理解一下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要点 一些主要的主旨 然后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Arizona了 这已经是Arizona是现任民主党的参议员马克·凯利 然后民主党Arizona它的党内初选还蛮晚的 要在八月初才进行 所以他们也就要看共和党里面 它有六位候选人正在争取提名 其中比较靠前的一位商人叫Jim Lemon 吉姆拉蒙 还有川普背书的风险投资家叫Blake Masters 布莱克·马斯特斯 所以他们这个竞选出来 如果他们的这个竞选持续的比较时间久 而且他的这个基层选举鼓动的会比较久 对于11月份做出 就是投出偏 就是怎么说呢 投出有利于共和党的这个可能性 是不是会多一点 您觉得呢 No 恰恰相反 是 因为是这样的 第一呢 民主党这边在Arizona呢 是Incomben 他刚才已经说过了 Incomben占很大的优势 党内没有人跟他竞争 那这时候呢 整个民主党呢 只需要动员所有的能投票的人 去出来投票就好了 而没有这个内部狗咬狗的斗争 你知道吧 但是呢 共和党那边呢 相对来说 没有一个超级领袖型的人物 去dominate整个的竞选 而是六个人去分这个所有 每个人叫顶多是拿到20% 或是15%的选票 那这个时候呢 每个人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筹款 去为自己的这个竞选的这个 从这15% 你要跟那边的50%去竞选的话 这个努力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而且呢 刚才你说了 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 Arizona的这个 Primary Election 是往后推迟的话 因为这个选区 选区重化的问题 那选区重化之后 那每一个人都拿不到 特别solid的选民base 而经过非常长期的 这个初期选举的时候 从8月到10月份 实际上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的时间 去把队伍重新拒绝起来 然后呢 从15% 要增长到50% 去跟共 去跟民主党去斗争 这个这个艰苦的这个 这个这个程度 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就是说 非常非常难 而这里头呢 川普indorse的人 跟川普不indorse的人呢 两个人就打得非常激烈 那就会在 共和党里头 造成极端的分裂 那这种极端的分裂以后呢 可能就会有一部分人 就跟不头了 或者是共和党内 支持川普的人 这个 去投票 那另外一些人呢 就干脆就 给吧 因为这个打得太厉害 他们一定会就是 以某种方式 去 去 去削弱共和党 自己内部的 这个 投票率 所以这个竞选 同党派之间 或者同族裔之间 如何能够竞争 同时又能互帮互助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展示出各自的不同 但同时又能够 那个团结彼此 这个是有智慧 或者是有大的格局 参与在里面 如果只是个人私利 优先的话 无论如何都无法 都是分裂的 都会分裂 好那我们下一个 来看这个威斯康辛 威斯康辛州 目前也是民主党的 参议员 目前是威斯康辛州 目前呢 民主党参议员 初选正陷入混战 8月19号才会 决出提名人 就是他和刚才的那个 Arizona正好是相反 他是共和党 是incumbent 他在争取第三期的领任 也就是他已经有两期了 他有非常好的resources 有非常好的资源 那现在的民主党 正在为在威斯康辛州的 他的这个初选 做出最后的努力 他一共有很多 他有很多的热门竞争者 包括副州长曼德拉 巴恩斯 NBA Milwaukee熊路队的高级管理高管 叫Alex Lassery 还有州的财务主管 Sarah 就这三个人都是蛮炙手可热的 所以他们会提出 会互相竞争 所以在威斯康辛州 您会得出与Arizona相反的 这个结论吗 这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威斯康辛 应该是为这个共和党了 你都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对对对 我自己个人认为威斯康辛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州 这个我觉得民主党在那边没什么太大喜 那就是怎么竞争也都只是 党内之间的这个竞争 对对 那我们现在来说就是 这个摇摆州 著名的摇摆州 新汉布什尔州 就是纽亥姆士 他每次在大选的时候 也是分外令人瞩目 然后呢 现在的就是状态是 四年前的这个民主党参议员 马吉哈桑 一大约只有一千票的微弱优势 击败了当时的共和党参议员 凯利阿约特 随后呢 拜登在2020年的大选中呢 又以七个百分点的优势 赢得了纽亥姆士 所以呢 这个纽亥姆士他是在 而且他其实以摇摆州为傲的 他觉得这样的话 才能够赢得全国的重视 所以您怎么看 在这次今年的中西选举 纽亥姆士会 两党哪个会赢 会对哪个党更不利 反正就把话都说到这 纽亥姆士呢 我认为是这个民主党赢 对对对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 第一呢 纽亥姆士在这个总统 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阿尔瓦州之后 这个纽亥姆士是第二个州 去投票 所以全国的民党和所有的注意力 以及人心和这个钱 都跟着这个阿尔瓦和这个 纽亥姆士走 但是呢 到今年的选举呢 作为中期选举的时候 纽亥姆士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他只是集中在州这一级的 两个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之间 这个联邦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之间 去选举 所以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呢 以我对纽亥姆士就是亲身去 其实所有这些州我都跑过啊 就是在总统选举的时候都跑过 纽亥姆士相对来说是一个受教育很高 然后呢 就是非常liber的一个这个州 你知道吧 尽管呢 就是说有很多人把它定为摇摆州 但实际上纽亥姆士是一个 这个我们我自己个人觉得 基本上是蓝色的选民去控制的州 尤其是当这个低投票率的时候 那这个共和党在纽亥姆士的投票率 几乎是基本上不出来了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如果是能够记录在案的话 我投这个纽亥姆士是蓝州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纽亥姆士应该是蓝色的 在您看来 那最后一个州就是第七个州了 就叫北卡罗莱纳州 他呢 共和党议员理查德博尔 他目前就不寻求连任了 所以是共和党让出了这么样一个机会 看民主党有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那这个您怎么看 他现在是说呢 5月17号 这个民主党5月17号在参议院初选中 推出了平民人士前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切里比斯利 所以呢 他是一个大法官的角色 而且希望如果他要胜选的话 将是第一位黑人联邦参议员 这好像分量比较重 yes 这个北卡的情况是比较interesting 因为北卡那边呢 我比较关注北卡 一个是他们县任的这个参议员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说北卡整个的Chinese community的力量 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北卡的参与政治的热情 从Chinese community在美国的 相对来说是很不错 你知道吧 所以呢 那边经常有朋友去送一些信息过来 而从民主党在北卡的组织结构来说 北卡的组织结构是非常united 就是北卡的民主党的组织结构 是非常powerful的 那我们常常就是你开始也说了 什么我们的理想是偏共和党 还是偏民主党 其实这些在我看来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组织结构 和你的政治机器是不是能够运作起来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决定胜负的 虽然我们鼓励大家去投票 但是如果你投票的时候 没有跟机器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投票的这个能力或者是作用相对来说会弱很多 北卡这边呢 民主党的机器是非常非常厉害 共和党是这个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极端的 就是支持川普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那这一点呢 是对共和党在北卡呢 可能是不太有利 尤其是当这连续这个两个月以后 这个1月6号的这个国会 国会的暴乱的事情 如果是公听会之后 不断揭露的事情 这个事实出来之后 可能会对川普 以及这个Mega的base 以及他们Mega去筹钱 最后筹的钱被川普自己利用起来的 这会大大削弱 北卡川粉的这个力量 这是这个我自己个人观察的 因为北卡这块是川普的一个大本营 而这个大本营 如果是一旦通过这次公听 公听会遭到了损失的话 或者是让铁粉去失去了 对川普的信任的话 就会非常危险 这点呢 你看这几天的公听会 已经能够看到这个趋势了 就是川普的这个 这个人心这一块 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开始下滑 对 那我们正好就要聊一下 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它标志性的主张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会 持续支持这个 各自有各自的牌 持续支持民主党 或者持续支持共和党 在民主党里 我们主要可以看到 它有几个特色 一个是高举 政治正确的旗帜 贯彻呢 民主党的这个 种族和解路线 然后呢 批判 川普搞政变 支持BLM 要求改革警察系统 要求不要抓那么多黑人 支持环保 支持电动汽车 支持富人增税 对于公平的这个教育系统 它是不支持私立学校的 也就是说 它要求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同时 它还说 黑人和拉丁裔的考试太差 因此它要为这两个族裔 降低比试的标准 理由是黑人学生的环境 比白人差 所以天然劣势 需要保护 它就会自动的给它一些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不公平了 不是按照merry based 是所谓的equity 所以那这个对于华人来说 对于亚裔来说 其中有几个 我能作为妈妈来说 我认为是华裔做不能接受的 比如对于教育这一块 华人一直是赞成这个merry based 现在民主党所支持这种 所谓的公平教育体系 实际上是另一种不公平 因为它没有按照merry based 而是只是对某些族裔 予以favorite 给它更多的偏好 实际上真正也不会打压到白人 真正打压到的是亚裔 今年的录取亚裔就是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惨绝人寰 好多特别qualified的学生 都没有被录取 像一些医学院这样重要的 对于学术和知识性 要求比较严的这个学校 居然也是亚裔的那个比例大幅下降 所以这一点您觉得对于华人来说 支持民主党的益处 就是益处在哪里 为什么还要支持 第一呢 这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 就是说朝里有人好做官 然后朝里有人说你立法的时候也很容易通过 所以呢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呢 在很大程度上有一部分是对的 另外一部分呢是不完全反映真实的政治生活 真实的政治生活呢是如果你确确实实拥有了立法权 你觉得什么公平 什么就是公平 因为美国社会是一个open的完全靠选票 那我们华人在这个教育上你说是meribase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个黑人和latino的定义的这个 这个meribase跟你定义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华人定义的是好好背书 然后呢把这个academic的成绩搞好 这叫meribase 但是呢我们去诉哈佛 我们去诉UC系统 但是呢你知道这些决策人 他们是被latino 被黑人 被政治家去control的 那他们追求的 你所说的政治正确 实际上就是选民的vote 和他们的这个donor的这个基础 那我们没有这两块 我们既没有选票也没有donor 那你在这个你voice 你的这个所谓的公正性 或者是教育的公正性 那就没有办法 那你刚才说了 今年的这个录取 录取就是实际上就反映了 他们就是想惩罚你一下 你不闹吗 你越闹 我越给你颜色看看 你一点办法没有 除非你政治的觉悟 和你的政治行动能力 达到了那个level 犹太人从来不去闹 但是犹太人 没有人现在已经 已经没有人敢去折腾犹太人了 因为什么 他们在political里头 附现了天罗地网 任何人想跟他们作对 都不能去得到选票 也不能得到钱 这一点呢 我们Chinese在这方面呢 其实呢 我并不反对 我们去闹事 或者是我们流行 或者我们去劳 劳宿的 但是在另外一条 更艰苦的工作 实际上是我们 把我们的人能够推到 那个舞台上 让他们能够 听听我们的意见 哪怕微调一些policy 我们都能够受益 但是呢 就是说 在理念上 我们坚持什么理念 对于我来说 我是非常非常实用力的 我是从民主党 转成共和党 共和党 转成民主党 因为什么呢 人是最重要的 policy是跟着人走的 你只要人在那块 那个policy 永远可以微调到 你希望的那一步 或者是差几步 总是中间有一个 妥协的这种 这个opportunity 但是如果我们坚信 我们只支持共和党的话 其实呢 你去共和党的俱乐部里头 你几乎看不到 亚裔的面孔 也看不到Chinese 他们更不可能 在共和党里 有任何leadership 如果在党内 没有leadership的话 你是绝对拿不到钱 拿不到钱 你就绝对赢不了选举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民主党虽然就是说 我们觉得 民主党都是 各个少数族裔 最后乌合之众 但是呢 至少我们在那可以出现 而且呢 能够很坦然的认为 是一分子 这个时候呢 你voice 你的声音的时候 有人听 你也可以去有一些 leadership的作用 那为什么我说 现在我们华人去支持 共和党的候选人 让他们能够出来 竞选 能够成功 这就是我们 实际上做一些 最根本的一些 艰苦的工作 把共和党的 Chinese 能够推到这个前台 让他们有发言权 能够有决策权 这是真正应该做到 你去做一些 negative的 或者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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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宿的这些东西呢 可能会有一些好处 但是实际上的 这个 从大局来说 我自己个人觉得 至少不是我的主要方向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无论如何在 在微信区内的 或者我们Chinese 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混到 美国政治 那是要五年 十年以上的 这种 这个 这个 commitment 你才能够有一席之地 否则的话 基本上就自己 自愈自乐地去说 我理解您说的 这是 就是建制派 现在已经是这样 这样运作的 我们如果想要成功 必须得理解 建制派是怎么做的 于是按照 已经能够成功的方法 去复制 但同时呢 我觉得也值得看的 一件事情就是 在去年 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 Proposition 16 就是也是 关于教育的 这个Proposition 尤其是反对这种 给予特殊族群 特殊优待的 这种 这个Proposition 也就是这个提案 就是被 一群 华裔 领导的 这个人 缓解起来 用极少的资金 打败了 这个Proposition 这个其实是可以说 是很少见的 以前没有见过 这样的状态 华裔也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这个动态 我认为它是一个 新兴的事件 也是证明华裔 或者是 现在的新的 educated的这些华裔 他们如何开始 从事政治 其实我能看到的 很多草根的组织 他们的味道是 真是偏 尤其是在这个教育方面 是偏共和党的 就是跟共和党 理念是一致的 我跟你这么说 那所以 他们是不同意 这种 打着宫廷教育的旗号 实际上是 对某些族裔 进行偏颇 对另一些族裔 进行惩罚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我就 我个人是希望 对于所有的建制 已经有的建制派 已经有的这种系统 我们还是要进行改良 因为它不是 不完全是公正的 不完全是work 它尤其是对亚裔 是不合理的 不公平的 那如果我们被选上去的人 完全遵守他建制派的这种行为模式的话 那我们选上去华裔又有何用呢 他们只能像罗达伦一样说 我同意 Proposition 16 他就极其的赞成 他就同意 那我们选出来 它是华裔 但是这样的华裔 对于真正华裔的利益 有没有真正的 去站在我们华裔的利益上说事呢 没有 首先呢 就是说 我们一定 可能现在说这话稍微早点 就是要跳出single issue 去代表华人利益 这一点呢 也许大部分人不同意 但是呢 我自己很坚信 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华人利益 是一个非常非常narrow的 一个这个利益 而这个利益呢 也不代表所有人 只是呢 他们正好子女 去focus他们自己子女的未来 当他们子女 一旦上大学以后呢 这个华人利益 马上就没有了 对那个人来说 他马上就没有了 所以呢 所谓的华人利益 只是这一小撮 在盼着自己孩子上 疼孝的这个 所谓的华人利益 而这一点 实际上是并不是说 我们Proposition 16 Proposition 16 这个八年前 IC5这个 这个运动 如果是从头到尾 开始去 去立的 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呢 我们能够跳出来 从其他族裔 和去build的一个 alliance 找到一个共同的 让整个community 都好的这种 policy 去作为出发点 而不是single issue single issue的这些人 很快就消失了 你无论是 SE5 还是Proposition 16 你现在很难 identify 谁是leader 谁能够始终在政治领域里头 去替老百姓说 没有 都是临时凑钱 打一枪换一炮 然后做完这个运动以后 觉得成功了 然后就消失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呢 对于美国的这种 长期的民主社会实践 实际上是 没有太多好处 我们锻炼出一批人 但锻炼出这批人 都是engineer 然后回头就上班去了 然后他并不能把政治 或者代表community 作为一项事业来去耕耘 这是这个 就是 可能这个昙花一现 去赢了一次 但是呢 我们只是赢了一个battle 并没有赢得一场战争 这是这个 就是我来看这件事情的 这个角度 你说的对 因为大家都必须要上班 必须是全职的 我们要 我们又不是靠福利生活的 都得靠自己 挣自己的工资 吃自己的饭 对吧 如果我们都能躺在福利上 说我今天需要 这个四千块钱的mortgage 有人能发给我吗 如果能发给我 我也不去工作了 但是没有 我们去得靠自己 我们从来都是靠自己 所以这是华裔 也就是说 亚裔和其他族裔 所不一样的原因嘛 我们没有打算 依靠这个福利制度 养活自己 所以 最后就落点 就是我们 我们说今天的落点 就是说 那么 选举一年又一年的 每年都会有选举 我们能不能 从选举里 有所收获 有所进步 那 其实我还是想问 对于 华裔是美国 华裔 就是从修铁路开始 也就是将近两百年前 就已经出现在美国大陆 而且为美 一来就为美国大陆 做很重要的 contribution 贡献 当时著名的事件 包括什么 一天修十个mile 十英里的这个铁路 包括 那么弱小 身体弱小的华人 却可以移山填海 对吧 而且贯通了这个 这个铁路 但是最后在照片的时候 没有华裔 就从那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 我们很 为这个大陆 做出了无限的 这个贡献 但是我们没有得到 我们应有的尊重 和recognition respect and recognition to our 就是我认为 个人的 那 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的华裔 和以前的苦力相比 我们更加educated 我们的英语好一些 我们更加理解 这个system 那我们能不能 做得比以前的华裔 更好 那我们的利益在哪里 我们 我们 是一定就 只有 只有按照这个 民主党和共和党 共和党来分吗 怎么样 就是 就是我 就向您这位前辈 请教的 您觉得 就是 对于华裔来说 利益优先 还是建制优先 哪些 议题 华裔是 或者是亚裔 是对他 攸关的 有些议题 是全 全美国人的议题 比如说 其实我连这个安全 我都觉得是跟亚裔更大 安全可以说是 对美国人 整体是有影响的 那对于亚裔来说 我们自己要提高 自己的这个 怎么说 防范能力 对吧 但是对于教育来说 我认为这是亚裔 第一个问题 无论我们的孩子 现在我的孩子 已经毕业了 还是与否 那我还有 grandfather grandchildren 对不对 我还有那个 孩子和孙子 我们的这个学习的 风气不可能丧失 我们也不可能允许 我们的孩子 就像其他族一样 躺平 我们怎么样都可以 我觉得亚裔 无论在哪个州 一直是保持学习 保持那个优势 保持保险 我就是这个 在说别的事情之前 我就是想澄清一点 这个所谓的这个 亚裔的利益 或者是做教育的这块 是所谓的公平的教育 这一块 就是我们定义的公平 和这个大部分人 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 基本上从大陆过来 都是从精英学校出来的 到这边呢 也希望孩子进到精英 这是我们的利益 但是这个利益呢 不能去放大到Asian 大部分这个美国的 这个Asian的这个 这个concept concept对孩子教育 就是直接进一个大学 就想了 不管什么学校 你知道吧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这个利益团体 就是如果我们 仅仅抓住这一点 而没有去做一个 整体的和大规模的 雅裔的利益 去做一个考量的话 那我们在政治上 永远迈不出去步 这是我自己个人认为的 至于就是说 政治的参与 我参与政治经济 将近20年了 实际上是说什么呢 都不重要 就是你每天 希望在政治的参与程度上 能够做点什么事情 能够去 你自己做好了 我自己想轻视流民的时候 就是希望 我给斯坦福捐个 我给 我给哈佛捐个 我给某一个人捐 去帮助别人 这些都 没错 但是呢 政治捐款实际上是 很难 看出 你的慈善心 但是呢 他对整个社会进步 就包括我们对 Chinese American 或者Asian American 都会产生非常非常直接 和长期的影响 而这一点呢 就是说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第一变成 每天的实际行动 或者是每个星期的实际行动 做一点点都可以 你只要是觉得 这个跟政治有关 就参与一点 用不着 天天这个在微信里头去弄 去喊 就是你所有的local 从城市到学区 你只要参与 无论是正面的 还是反面的 其实我都不反对 就是你闹的时候呢 有时候觉得不是很文明 但人没关系 慢慢慢慢 你进入了以后 你当了官了 包括我们当年 这个很多人去街头闹事了 最后突然就选上了 选上了以后 他的态度就 就完全变了 他跟其他人沟通的方式 然后说话的方式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你作为一个民间的反对派说话 跟你去拥有决策权的时候 说话不一样 而拥有决策权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是 他必须听所有人的话 你必须容忍 但是你当喊一个口号 就是只追求你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极端 但是当你掌权了以后 你一定要让所有的community 能够都拥戴你 这是这个我自己的感觉了 我觉得特别棒 那华裔 亚裔一定要参政 而且不要认为政治是肮脏的 像您说的 我觉得特别 那是金句 我觉得政治就是 对于最大多数人的这个charity 这个是绝对的 而且这个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华裔还在认为 政治是肮脏的事件 当你投身于其中的时候 大家在想 你不是为了正名就是正利 其实不是 其实是贡献了许多心力 为您能够经常的 每日甚至每星期的为政治努力 而且已经努力了20年 表示极大的敬意 然后希望下一次节目 我们再继续聊 无论大家的观点是怎么样 希望有个碰撞 希望有更多的这个金句出来 那好 那谢谢孙先生 今天的这个采访 今天的聚焦东西 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孙先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